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赖进口供给的牛油果在中国的进口量仅2吨 而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32100吨 这是成万倍的增长 几乎所有的西式餐厅都有牛油果入菜的菜品 共追求健康时尚的顾客选择 在这些大小的餐馆里 如果没放几片牛油果都不好意思说是沙拉 牛油果甚至一度成为了高端健康营养食物的代表 根据一家权威咨询公司发布的数据 在中国被添上超级食物超级水果标签的产品 从2015年到2019年间就增长了202% 同时增长的自然还有他们的销量 他们不光代表了用上舶来品这种带有小资情调的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 他们向对健康和食品安全长期带有焦虑的中国人 贩卖了一剂安心药 许多中国人都这样想 吃自然的水果总是百利无一害吧 进口又贵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吧 国外专家总不会骗人吧 实际上有营养学家曾表示 超级食物其实就是宣传上的噱头 在营养学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这些食物在原产国可能只是一种普通的食材 飘洋过海进入中国后 贴上防癌、抗老、减肥、高营养的标签 然后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国市场 近五年来 超级食物的搜索量呈上升趋势 而就牛油果而言 宣传的关键词聚焦在了保护心脏 降低胆固醇、减肥等上面 就其原因是因为牛油果中含有约2%的蛋白质 而一般的水果几乎为零 这就是常有人说其有营养的原因 牛油果含有其他水果几乎不含有的蛋白质不假 然而很多人忽略了 牛油果的脂肪含量高到简直不像是水果 根据营养学家测量 一个牛油果的热量约等于3万饭 所以别小看这个水果 很有可能一不留神就变胖了 更别说用来减肥了 而牛油果的脂肪含量 更是与其他食物比起来 高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高脂肪的代表性食物 比如炒黄豆含20%的脂肪 势力价含25%的脂肪 薯片含33%的脂肪 开心果含45%的脂肪 大杏仁含50%的脂肪 蒸子含60%的脂肪 核桃含65%的脂肪 碧根果含72%的脂肪 而牛油果的脂肪含量是15.3% 甚至超过了普通猪肉脂肪含量的15% 就热量而言 通常水果油脂含量很少 有超过1%的 热量也一般维持在30-60千卡 每100克的水平 而牛油果热量达到了161千卡 每100克 一个200克的牛油果 热量约为332千卡 而一小碗100克的米饭 热量也才116千卡 可以这么说 只要稍微吃个大一点的牛油果 就等于吃了将近三碗饭 所以小关要提醒那些减肥人士 不要轻易听信宣传语 免得到时候得不偿失肉 那这个完全驳来的小水果 究竟是怎么让多人失去理性 跳过那么多可怕和科学的数据 近乎迷信地爱上这个水果呢 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 就是营销 牛油果打入中国 首先是从互联网上 一篇篇澳大利亚人 喜欢吃牛油果的报道 而进入众人视线 比如有微秘超模 在印子上 晒自己吃的带牛油果的早餐 而这不得不说 是营销商编制的 一个巨大的营销策略 作为牛油果的主要出口国 澳大利亚生产的牛油果 几乎都流向了亚洲市场 其中又以中国为主 西澳大利亚州的 最大牛油果业参与者之一称 亚洲市场正在为澳大利亚牛油果 付出高价 他们乐意购买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出口水果的 会有这样收益水平 所以就目前而言 我们提供了多少消费者 为其买单 就不得而知了 俗语道 不怕生坏命 最怕起坏名 早期的牛油果也曾被恶名拖累 20世纪初 牛油果的名字还是厄梨 这样的起名简直是简单粗暴 因为它们外观像梨 而深褐色 粗糙不平的表面 就像鳄鱼的鳞片 在1914年 墨西哥厄梨被美国禁止进口时 种植者协会就把黑锅推给了名字 说恶梨的名字简直要毁了整个产业 强烈建议改名 当然 更重要的是因为经销商 没有参照墨西哥的饮食消费背景 来划定目标消费者 而是将其作为奢侈品在美国销售 这一举动让潜在的消费者流失 很快 新名字 牛油果面试 这个词 源于阿兹台克语 阿兹台克是墨西哥中部一个古老民族 据改名者说 这样抑郁风情的名字 能让消费者认为这种水果是与众不同的 在改完名字后 精明的农场主和农产品经销商 便开始筹集大量的资金给牛油果打广告 做营销 1974年 一颗牛油果贵达一美金 根据购买力换算 相当于今天的4.8美元之多 对于那个年代来说 这个并不起眼 大家也不太知道如何使用这个水果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于是营销人员顺水推舟 顺势而为 将牛油果包装成了水果中的奢侈品 专供优雅富贵的上层人士食用 这个营销理念 哪怕在今天依旧深入牛油果的销售之中 就像中国人选择吃牛油果的潜在原因一样 仿佛吃了牛油果 就有了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 成了社会上游 说到底 牛油果贩卖了一种挺起来高级 格调很高的生活方式 但是牛油果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全美国的肥胖率已经高到引发所有人的关注 营养学家呼吁全美国人要减少脂肪摄入 于是脂肪含量成为了判定一个食物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 而就在此时 牛油果就被美国食物药物管理局 踢出了健康食物的范畴 于是 牛油果农场主和进出口企业不开心了 一直抗议 抗议到了2016年 他们表示 按照这个标准 牛油果和三文鱼都不是健康的 而无脂肪果冻和含糖穀物 却被认定为健康 这不合理 不公平 就这样 美国食物药物管理局为了牛油果修改了标准 牛油果重回健康食物的队伍当中 借此良机 广告商们为牛油果打上标签 牛油果含的是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 跟炸鸡 薯片是不一样的 此后 随着西方各路明星在社交网络中的宣传 牛油果成功地以健康食品 超级食物的形象 深入人心 走向了神坛 牛油果实现了完美逆袭 美国每年的牛油果消费量保持10%到30%的增长 而在澳洲更是夸张 2014年 澳洲牛油果进口近期是3万吨 占全球牛油果进口的46% 人均消费量从1999年的每人每年1.1磅增至2014年的5.8磅 随着美国人的宣传 澳洲人的助攻 在2005年中国对墨西哥的牛油果开放进口准入后 澳洲进口牛油果也接踵而来 随着中澳贸易的火爆 生鲜代购的炒作 牛油果这个吃起来像肥皂的水果 成了众人疯强的超级水果 铺天盖地的热纹 软纹将牛油果捧成了养生万斤油 森林奶油 不知道此刻正在节目前的官友们喜不喜欢牛油果的味道呢 如果您喜欢它的独特的风味 也认可它营养的价值 当然可以适度地吃 但如果您仅仅是为了所谓的超级食物 超级健康 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 小关还是要劝一句 理性实用才是王道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官友们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给小关留言 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